之前你学过了如何用绑人法解决火车和火车的问题 这次咱俩看稍微难以丢丢的 这有两列火车 甲车的车长是400米 速度是100米每秒 乙车的车长是300米 速度是98米每秒 如果它俩刚开始的时候是车头对齐的 那甲车完全超过乙车需要多久呢 这回开始的样子有点奇怪 以前没见过 不过还是可以用绑人法 先看看结束时的样子 甲车的屁股和乙车的脑袋在一起 那就把兔小萌和猪小白分别绑在这 开始时它俩就在这 现在火车追火车的问题 就转化为了兔小萌追猪小白的问题了 刚开始它俩相差这么远 也就是甲车车长 后来走着走着 它俩就在一起了 也就是说猪小白与兔小萌的路程差 就是甲车即快车的车长400米 路程差知道了 那时间该载球呢 对了 用路程差除以速度差就行 带进去算一算得200秒 对于骑头并进的问题 还是用绑人法 把两火车的追击问题 转化为两小人的追击问题 这里的路程差 其实就是快车的车长 除了骑头并进 两火车还可以骑尾并进 还是这两辆火车 速度也不变 只不过刚开始的时候 是两车屁股在一起 那甲车完全超过乙车 要多久呢 还是用绑人法 把甲车追乙车的问题 转化为兔小萌追猪小白的故事 但这次的路程差 还是甲车的车长吗 显然不是 那是啥 对了 就是乙车的车长 进那个慢车的车长 路程差找到了 时间就很好求了 直接用路程差除以速度差 带进去算一算 得150秒搞定 看来骑尾并进 和骑头并进非常相似 只不过这里的路程差 变为了慢车的车长 好了 这个视频 我就给你讲了 骑头并进和骑尾并进的问题 还是利用绑人法 把火车追火车的问题 转化为兔小萌追猪小白的问题了 骑头并进的路程差 是一个快车的车长 骑尾并进的路程差 是一个慢车的车长 现在问题来了 这有两辆车 从骑头并进 到假车完全超过乙车 你知道假车比乙车 多跑了多远吗 呵呵 这有两辆车的车长 是一个快车的车长 感谢观看